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国史馆长陈医生则是说了 说当年的这个823炮战确定的是 中华民国台湾的领土范围是台澎金嘛 突然之间发现了 他们也开始讲中华民国 也开始讲这一段历史 大家就说 对 现在中华民国没有不见 但是还是当年我们口中的那个中华民国吗 还是已经变成了民进党的宣传道具呢 而且你也看到了 赖清德他现在出来已经不讲抗中保台了 他讲和平保台 这一切其实是不是都跟选举有关系 今年选举年 带您看最新的民调 没留有电子报又出民调了 现在最新民调赖清德是38% 柯文只有21.4% 侯友宜现在则是20.5% 你可以看到23名好像互换可是距离依旧卡得很近 只有不到1%这样的一个差距 但是如果你会算数学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不管怎么算23名加起来都会大于赖清德 另一家民调QuickSeed他们同样也出了民调 一样是同样的排序排名 但是不管23名或是123名他们的数字如何 2加3同样都会大于赖清德 所以大家就想说 其实现在在民间这一些的民意已经定调了 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想要赖清德当总统 可是问题是 这反律的势力现在是分成两路之多 可是为什么会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的选举跟两岸的未来走向会很有关系 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新闻 明年国防预算4406亿元 又是再一次的往上走 蔡英文执政这8年来 基本上已经从3192亿 涨到了现在4400多亿 成长了3成8左右 到底为什么预算要一直往上增加 总统府覆觅黄崇彦回应你了 你一直觉得我们增加国防预算 就是在跟对方挑衅 那他就想问 近几年日本不是也增加了吗 韩国不是也增加了吗 菲律宾不是也增加了吗 你可以说他们都在挑衅吗 但是大家就想问 为什么他们会增加预算 是不是其实是跟美国老大哥有关系 因为先前他们不才将在大卫营这边 美日韩双方要强化军事合作吗 先前不是在菲律宾的外围才美日澳军演吗 那个时候菲律宾本来要去 后来又不去了吗 我们就想问那台湾呢 台湾现在你一路跟着人家走 你到底得到了些什么 或者是你到底得到什么样的保护 台湾现在是不是真的 美国老大哥说了什么都算 今天有另一个很重要国际间大家都在关注的 特别是在太平洋这边的居民都在关注的是什么 是日本在今天中午1点的时候 已经开始排放他们的福岛核废水了 在之后要一连排放30年 北京清华大学的研究是说 在今天排放核污水进大海之后 8个月后就会到台湾来 当然国际间IAEA都来说 一切合法一切不会有问题 安全 郑立文就想问 真安全的话 真没问题的话 那你干嘛不直接喝一口 你不相信这里头什么核废都没有吗 那你就喝一口来看看 台湾政府到底有没有动作 有没有真的来保护我们台湾人民的安全 石耀鼠说有啦 我们会做事情 我们今天两年会抽一样 大概100件的日本水产 而且呢 他要告诉你严格把关 但是我们没有要跟进对岸 对岸什么状态 香港澳门现在已经禁止进口了 特别是在水产的这个部分 日本水产进口已经禁止了 韩国这边则是民间 有非常多的环团跳出来 抗议这件事情 说政府该做事 原因是因为 本来日本韩国政府还蛮腔硬的 但是去了大卫营 回来之后 现在隐习正说 不好意思 隐习月我现在就是没有反对 但是我也不会说话 也不会赞成 那这又代表了什么 大家都要跟着美国老大哥走 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大哥说我会照你 拜登任内第11次 对台均售159亿的 红外线追踪征搜仪器 那外交部当然马上跳出来感谢了 可是呢 真的这样就能保护台湾吗 美国智库讲说他们现在其实有发现 这一些技术可以几溃中国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说呢 是攻击啊 或者是两栖部队可以有损失惨重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们现在发现了17种方案 能够让美军损失最小 能够保住台湾 但这样真的够吗 美国智库也示警了 和攻击 说要小心 因为现在不止北韩 发现中方也有 所以要如何来控管这个区域 台湾啊 你很重要 你需要帮忙 需要台湾的力量 美国老大哥会照你 但大家真的相信吗 回过头请教亮哥 怎么样来看 今天是823炮战的纪念日 好 蔡英文总统有说话 我觉得民进党接受中华民国 当然是好事 事实上看到 因为侯友宜有去参加 就是金房部 我听说蔡总统还特别指示金房部 说一定要打电话 请侯友宜到那边请听简报 但因为侯友宜去了 所以蔡英文后来不是出来 向他致意吗 说辛苦了 因为这个不要让绿唱独角戏 因为蓝绿还是要有一些 国家象征上的重叠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是感谢侯友宜 去参加了那个现场 至少蓝绿 不分蓝绿 都在纪念823这件事 至于有人要去把他讲成 中华民国台湾 我也没办法 因为中华民国台湾又不是国号 你宪法就叫中华民国 你要硬要扯说 你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台湾 我也没有办法 事实上真正的讲法 你讲民主台湾 这是政治语言 你说我的家园是台湾 这没有人反对 事实上侯友宜他就是讲 国号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这个就没有争议 你硬要讲 我国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就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国家在哪里 因为他知道台湾 作为国号是不成立的 台湾又不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没有沾上中华民国这个外衣 你还真的很难讲 你现在到底在选什么局 因为台湾又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民进党 对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 法律论述的一个妥协 这是必要的 我觉得以台湾目前的状况 能够做到这样 大概就是最大公约数了 最大公约数了 所以我也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你说那个 我们说那个胡联将军的孙女 他当然讲中华民国 对 侯友宜也会讲中华民国 民进党就讲中华民国台湾 那也没关系 反正有中华民国就好了 日本这一次的牌 有人叫河废水 当然中国大陆认为是河污水 因为这里是牵涉到 如果是废水 那日本人就认为说 他只要控制穿浓度就好了 所以他打算要排30年 他就每天控制那个穿浓度就好了 问题是很多人认为 你如果是污水 可能会有其他辐射成分 所以中国跟韩国 都要求去日本现场做采样 结果日本拒绝 你在这里这么心虚 你只给国际人员总署 原子人员总署 那个是美国刚好可以掌握的机构 你只给他采样 不敢给中国大陆跟韩国去采样 你不觉得是心虚吗 实际上台湾也想去采样 他也不让我们采样 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当然台湾不是首当其冲 依照洋流的循环 第一个碰到了就中国大陆跟韩国 然后往北到俄罗斯克海到美国 然后一路就绕回来台湾东海南海 还要好一阵子 这个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凡事还是要争据一个 是非的标准 你日本为什么不敢让人家 去你的现场做采样 你不是这样可以取信于 周边国家吗 而且你如果认为核废水是这么安全 我也不要强迫你喝了 这个太过分了 你至少可以在境内浇水 你可以在你的境内浇水 或者到山上去洒水 对不对 再循环使用 你为什么一定要弄到境外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这里 为什么你非排到境外不可 为什么你不要在境内就洒水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 问题重重 所以怪不得有人会质疑 我估计因为中国大陆真的是下了重手 是日本所有的水产品都不准进口 不是只有福岛周边10个县市 所以我估计大概 很多都会转运到台湾来卖 因为我们台湾人爱吃鱼 对不对 而且所以我说 勇敢的台湾人就去吃 就是这样 香港现在已经有专家出来讲了 所以有一些会特别去深入 去碰海底的泥土的某些生物种类 你最好不要碰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一定是 香港的警告也登 中国大陆的警告也登 我们台湾 反正我对台湾这个机构 也没有什么期待 因为福岛的实际也都进来了 所以反正它就是会进来 你自己就看着办 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属于深海的鱼种 你就避着吃吧 那志求多福了 大概是这样吧 好 来 请教一下院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我先谈一谈这个 日本人排这个核污染水 到这个大海中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生气 我今天早上起来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说是 当你知道这个事不对 你非要做的话 你真的叫恶 这个实际上牵涉到环境伦理学 请大家要了解 就是说所谓的伦理关系的话 就是说善恶自民的情况下 你选择做恶的那一部分的话 这是小恶 一般来讲的话 物以恶小而不为 就是说是这个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这个 反正不管怎么讲 就是日本人做这个事情 是非常恶的 另外的话 你就是说人家讲说 你这个跟杀人的行为 没有两样 因为这里面的穿的物质 就是说是你自己知道这个不好 然后你硬要排到大海 人家都在抗议反对 而且所以杀人 你的考量就是成本 我今天上午计算了一下 有另外有好多种方法 比如说深入埋到地层当中 比如说气化它 比如说是这个 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掩埋 反正很多种方法 但是那个成本 都是七倍到六十倍不等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日本曾几何时 就是说为了这种成本 而不顾及国家的颜面 另外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难过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以前 对于环境保护 什么绿能的保护 核能的危险 通通都是西方国家交给我们的 然后这一次 这个IAEA就完全同意了 就是同意了说 它的检验的标准 符合标准 因为我亲耳听到布林肯讲 美国国务卿 说他很满意 日本做的调查 这个的话 让人感觉到 日本好像是为了这件事情 吃了衬托铁了心 而且这一铁就铁三十多年 然后240天后 就会到台湾这边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 实在是非常非常恶劣 恶劣到极点 就是说实际上以后 它所带的后续的影响 就是没有人会在乎 环境伦理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边 还傻傻的在那边 要用废核能 那个的不好 自己困难料命 自己实际上都面临了 一大堆危险 不过我最不能够接受一点 就是台湾的当局 对于这个日本 居然没有向谴责 没有自己这么重视 自己还是绿色 强调自己的话来执政 绿色执政 结果对于这个事情的话 没有严加谴责 另外回到了823炮战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认为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这个一国当中的 至少你可以讲 这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你应该稍微延伸解释一下 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当时的国防部长 叫于大为 这个我们立将军比较熟 但是他现在正在台大的图书馆 有一个展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利用这段时间 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忘记 823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原来台湾只有两种人 不是穷人就是难民 就是因为我们823炮战 挺过来以后 台湾才有今天 不管你讲民主也好 讲自由也好 大家永远勿忘初衷 要想到 前人众数 后人成良 就是说中华民国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千万千万 秉着你的良心讲 否则你会遭到天前的 好 但是这一次的选举 大家很多人就很在意说 到底是不是选择战争与和平 然后又看到了 其实近几年 我们在军售案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预算一直在增加 现在是第11次 拜登任内的军售案 要卖给我们的是 红外线追踪的征搜系统 可以配备在F16V上面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栗振杰将军 你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 其实美国卖给我们这些军售 就像是我们已经被他绑定了 我跟各位先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你知道 我们台湾原住民 被日本人来以后 占领原住民之后 他那个原住民原来有的猎枪 他是从前面塞火药的 那种猎枪 原住民他那个火药很简单 他去找一些硫磺 木炭 他就可以塞在那边 拿那个猎枪去打猎 日本人来了以后 就要收服这些原住民 他就跟他讲 你看我一枪给你换一枪 你看我这种步枪多好 从后面装子弹 射速又快 就打得又远又准 我一支枪给你换一支枪 原住民一听很高兴 他就跟他换 换了以后 就后来日本为什么 怎么制服他 就是我不给你子弹 就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我不给你子弹 然后他那些枪 他原来那些土枪全部被没收了 然后他现在换了日本人 给他的384步枪 他没有子弹 没办法用 他要去打猎 只有乖乖听日本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 现在跟美国 其实不止美国 对很多国家 都是采取类似这种手段 欧美日这些国家 他们这种殖民国家 都是抱这种心裁 就是说 我给你这样东西以后 对你以后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我就卡你 管制你 我说飞战不给你 或干嘛 那你就没有办法 那另外我讲到 我特别要讲823炮战 我很骄傲 因为我的长辈 胡连将军 他不是只有打823 他古林头也是他打的 所以他连打两次 古林头打完又回台湾 回台湾又把他调去 823开战 一向我把他叫他去打 那他那个自制军队叫18军 我们家长辈都是他的部署 所以就跟着他一起 打过古林头跟823 其实我觉得我很骄傲 但是我很难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民进党 为什么要消费823 823是多神圣的一场战役 你记不记得 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 徐家青都被讲过一句话 这个823是国民党 跟共产党打的仗 有什么好值得纪念的 这是徐家青 他们民进党发言人讲的话 那时候讲完这句话以后 你知道有多少那种 曾经参加过823 叙手过金门的人 是非常神奇的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 没有招 国民党打的仗 但是我们保护了谁 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保护是 裁膨金马 对不对 我们全部都要保护到 那你也不要 你这个什么 这个国事馆长 你讲到823以后 就分开了两制 其实823 民国47年 打完823以后 再来就是单打双不打 一直打到民国67年 全世界最长的炮战 对 打67年单打双不打 那时候我66年 入官校的时候 还在单打双不打 就是那真的是每天 每天那个基本老百姓 他躲到炮坑里面 对不对 然后炮击完了以后 他才能出来上学工作下检 才能做这些事情 其实对他们来讲 对金门老百姓来讲 也是很辛苦的 然后其实之后 对不对 金门一直到民国70几年 才解除戒严 这段时间其实一直 在金门那边一直都有战事 我们到金门去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到金门的时候 还有驱离设计 半夜的时候 还经常听到枪声响 对不对 大家也习以为常 每次在那边 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 驱离设计 所以不要把 就是说好像823抛车当做 那一年那件事情 当做一条线 切开来以后 就把它分两岸 我觉得不要把823消费成一个 用一个政治语言来消费 大家应该感谢823 当年参战这些将士 还有这些家属 对不对 在那场仗以后 保护了台澎金 让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 在台湾 让我们的子孙可以生存下来 可以有繁荣的日子可以过 其实就是这场战役 所以金门人把胡连当什么 当恩主公在祭拜 对 开始排放核废水川的消息 引起了国际间非常高的关注 但是对两岸来说 赖清德最近在 刚刚我们前一波 也跟大家分享了 最新的民调数字 TBS民调数字 还有各家民调数字 在8月份所公布的里头 似乎赖清德都稳步的 在上升当中 稳稳的把民调数字在往上冲 所以在于两岸议题 是大家对他最大的疑虑 他却公开的讲 他希望能招待习近平什么呢 虾仁炒饭全堂的珍珠奶茶 希望一起维护和平创造幸福 也是一个暖南路线 希望两岸有和平有幸福 但是经济突飞猛进要靠台湾吗 赖清德说 中国应该新存馆感激 因为很大的原因是台湾是最大的外资 带给了中国大陆资金人才技术 台湾不求回报 只希望大家和平相处 这个话术很熟悉 过去也曾经常听民进党的人说 不是我们需要大陆 是大陆需要我们的商品 那么显然在档案议题上面 他改变了立场 想要话术往这个方向来说吗 不再是台独今生了以后 那当然最新两岸之间 最受关注的担心就是 ECFA相关的这个项目 会不会被终止呢 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说 中国是利用手段在施压台湾 损人不利己 他不期待中方贸然把 ECFA协议中 不期待 不期待什么意思 不期待ECFA贸易协商 断然终止 那如果呢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显然是无法控制 当然台湾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又何必忍气吞声呢 要断就断 如果都是因为 我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 那不是对方需要我们 我们不是需要他们 这样的话呢 那当然柳叶今天本来非常期待 也欢欣鼓舞的是说 哇终于我们的陆委会公布 要开始开放大陆来台的自由行 还有团客的旅客了 结果搞了半天仔细疑问 中国团客自由行什么时候开放 不知道 他说我们是想要开放的 但是要等对岸 对等的平等 他们也开放的时候 他们开放我们开放 敌不动我不动的概念 所以现在仍然是有第三地的中客 就是在其他国籍的中国大陆旅客 才能够进到台湾来 所以这种说法是一厢情愿 还是只是说一说 其实一样旅游客旅游业 仍然是看得到吃不到 而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吗 总统蔡英文再一次的下令增加军费 这次所编的预计算 国防预计算也再攀先告 那么要威者中国 那试图在卸任之前 加强对中国的威胁 这个是来自一些外媒的分析报道 但是要破除所谓的独家 破解共军环台 挑衅入侵二四海里 有各种做法 国防部要联手海巡署等等的 来做一些宣布 那一方面讲的是和平 一方面是说我们好危险 我们要增加国防开支 而且随时要准备被侵犯 所以这样有点矛盾的论述 到底选民如何买单呢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健康危害 有没有疑虑的问题 核废水 日本从昨天开始排放了核废水 全球都在关注 中国大陆反应最为激烈 他直接宣布 开始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的输入 岸田文雄首相也立刻赶快呼应了 他说拜托呼吁 通过外交管道要求中方 他提出交涉 立即撤销上述的措施 当然对于日本的水产品的出口 影响非常大 尤其更怕是万一是其他的国家也同时仿效的话 那更就不得了重大的损失 而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吴江浩说 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完全是在日方 是日方应该要反攻自行 当然了到底核废水有这样的热搜 说12年前核下核废水污染的官员怎么样 但重点是其实这个核废水影响 到底是多长远会有多深 检测的结果如何 应该有科学数据 但是竟然就是大家都无法放心下来 这种寒蝉跟担心的效应 发生已经在南韩了 南韩人就是已经吓到了 所以在于市场已经可以哀叹了 生意是比疫情的时候还要差 这个惨淡的程度让大家不敢去买海鲜吗 因为过去都觉得海老的最好 这个海鲜现捞上来从海洋上面 是最新鲜最好的 但现在如果海洋有污染的话又该怎么办 那么朝鲜外务省则谴责日本 强推核污染排水是不道德的加以谴责 而菲律宾渔民也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也造成了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 要求日本必须听取邻国的建议 也不要再让这些有毒的放射性废物 侵害其他国家 那么科学议题是不是有办法真的尊重 还是科学来讨论外交部只能这样回答 否则一般是保持坚默 日本 美国相关的议题 我们都是说尊重日本 尊重专业 他都是专业 我以为他说的是尊重日本 但风评说 日本的核废水跟台湾的沉默 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台湾的官方是一如过往保持沉默 显然核废水排入大海引发的风险 比不上台日友好那么重要 亮哥我们来看看 赖清德在两岸议题上 讲得越来越温暖 好暖心 呼应要请珍珠奶茶 下人丹炒饭 要跟习近平吃晚餐 但是可以真的破除掉 他对于两岸可能造成兵凶战危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大家的疑虑 这个只是客套温暖的话 不过连我这种身材 我都不喝全汤珍奶 故意跟年轻人一样 围团就好 我认为最终还是 他对两岸的定位 你如果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任何交集互不隶属 主权上互不隶属 那就没有办法谈 ECFA也是 23项协议都是因为有九二共识 作为前提基础 这个就是事实 赖清德不是说 凡事从事实来讲起 马英九执政8年 为什么能签23个协议 就是因为有九二共识 然后他隐隐约约 国民长讲一中个票 让他讲一中 对不对 就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才有23项协议 所以为什么现在说基础不牢 所以23项协议可能都会动摇 是从这里来的 ECFA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现在看到人家就觉得说 你既然不要九二共识 那凡事就照这个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你就看到贸易壁垒调查来了 如果赖清德1月13号确定当选 后面人家可能就想亲了 说小英执政了8年 也没有回到九二共识 那我为什么要再让 事实上思维是这样来的 所以詹世宏讲说 我们不期待这样 你讲这个没有用 重点是如果发生了 请问你有没有对台湾的各行各业 做好准备 这个李燕秀讲了一句话 我蛮同意的 李燕秀他在他的脸书说 你有没有那个底气 你底气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有足够的底气 你才能跟对方大声嗆话 李明镜长一天到晚在跟对岸嗆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底气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张志宏人回答的 叫王美花来回答 叫陈吉仲来回答 贸易壁壁调查 农业项目有1066项 请陈吉仲出来回答 你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大陆产品说他要来 不然你就是违反公平贸易 请问陈吉仲你怎么办 王美花也是 针对陈一 纺织这一堆 如果人家坚持要来 不然就要对你做反请销 做关税制裁 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主角是王美花跟陈吉仲 重点在这里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也许不一定是整个庭 可是有些项目被抽出来 来当做制裁的项目 那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不然朱凤莲不会那样答话 朱凤莲一定是看到了 中国商务部部分的调查结果 他才说你们已经违反了 ECFA当初希望双方 能够追求这个 互惠的原则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核废水 核废水是日本的说法 很多人根本认为是核污水 因为核废水就是你正常的排放 可是所以日本都在强调说 我的排放 穿的浓度将到多低 所以我要分成30年来排放 重点是人家认为你不是只有穿 你还有别的辐射成分 人家就说那我们到日本 来采样来验好不好 日本拒绝 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人家就会恐慌 而且我跟你讲 你这个是一次性的查 那请问辐射物质会不会累积 人家也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在整个科学上 还有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不让可能的受害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韩国 到你日本现场采样来做调查 你心虚是不是 还有另外 如果你认为那么安全 那个穿的含量这么低 那你为什么不撒在境内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倒到海里呢 你撒在境内也没有危害到 你日本的什么 你如果认为是安全的话 结果现在就是消费者会恐慌 比如说韩国 韩国现在是隐习越不表态 可是韩国的海盐已经大暴涨了 你没有看到今天台湾的股票涨停吗 连台湾都这样 你只要以后 我现在就怕 那个中国大陆现在禁止 日本的水产品到中国大陆去 结果日本全部都倒到台湾来 这可能性极高 可能性极高 那我们的那个 那个农余单位的说 他会出来做抽烟 你相信 你认为这个会有结果吗 好啦 我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这些农余产品 ECFA可能要面对的很多困境 很多项目没办法出口 那日本如果照亮哥讲的 他其他地方消不了 又到了台湾来 那么这个市场排挤之下 台湾的农余们要面对什么状况 大使 对 我觉得 我自己我就不会吃 吃这个日本海产了 大家都很喜欢 对 我一定就停止吃了 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本来这个你核在的时候 就已经海水有一点污染了 对不对 你附近都污染了 你土地都污染 你海水还不污染吗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又把大批的这个核污染水 往海里面倒 那日本那个水域附近 那些海产品你还敢吃吗 连渔民都抗议 他们自己当地的渔民 渔民大概说 他们已经本来日本的这个 这些福岛这些周围县市的 这些海产 在日本 他本来还在卖的 那可是呢 他这个 因为日本一定要标注这个产地 他们的卖的都比较便宜 就是说大家 这个不买 不买就靠降价 勉强还可以维持点生计 那这些日本渔民 在福岛附近渔民 他说你这一次这样弄的话 我们就生意整个垮掉了 生意垮在哪 他也本来就不能外销 他垮在日本 日本人不吃 对不对 更不要说 日本人都不吃 你叫我们台湾人吃 我才没那么笨 对不对 日本人都 日本人多惊 他们讲的很多科学数据 他说 这个就是不能说服我 对不对 你这个所有都不能说服 你把名字给P-L-A-S 谁知道 P-L-A-S 谁发明的 突然变成 日本就说 我突然发现了 我发明了一个过滤 可以去毒的成 一个程序 你也不给大家来检验 你也不让大家去看 你那个P-L-A-S 到底是什么挖割 你就说我这个水 现在经过这个储蓄 ALPS ALPS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 就突然 他说他可以去掉所有辐射的 对 全世界就突然 发现这种利息 全世界就突然 日本发明了ALPS 什么挖割 大家也不知道 他也不给你看 说我经过这ALPS以后 我的水就安全了 那日本人说 日本人说 这个不具说服力 我不相信 他找了很多外媒 到他们厂里面去参观 说得很安全 结果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 BBC的一个外媒进去 他去了就说 他们搞了一潭水 然后养了一些 这个 养了一些笔木鱼在里面 这个就是证明安全 还活着 就是这一群鱼 没有变形 就在里面 活在里面 就这样 其他那个BBC的 那个记者是被邀请去了 他全从头到尾怀疑 对 从头到尾怀疑 他没有说服外媒 所以没有办法说服外媒 他故意缩写成ALPS 所以说是阿尔卑斯山的水 阿尔卑斯山 那也太纯净了吧 他故意了 我觉得 我觉得 你的手法 日本政府的作为 连日本人都不相信 你怎么叫外国相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日本人这个好 但我们政府 我们政府是 我们政府现在负责外交 叫日本人大哥哥 或者说他要怎么 告诉台湾人民 说用什么方法 说安不安全 但他现在选择 就是不讲话 他有帮日本人背书 对 你不采取行动 就是背书 另外一方面 你也觉得你说 日本人有做适当的处理 这些都是帮日本人背书 不过讲到赖清德 最近要招待习近平 吃瞎人犯什么 我觉得好像三岁小孩 在讲话 你自己 你这种话讲出来 你自己信吗 别人会听你这几句话以后 两岸就什么 什么ACFA就没有问题了 两岸怎么样 大家就怎么样 成兄道弟 不可能的 你只要赖清德 讲这一句话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国 互不利索的话 这跟搞台独 就是完全的等号 你如果不改口 你基本上 大陆就认定 他是顽固台独分子 他要执行人政治 就顽固台独政策 那要怎么看 赖副总统 从要吃晚餐 现在又跟西英明喊话说 在珍奶都可以一起来了 这样真的可以换得和平吗 他如果找你吃这个晚饭 喝珍奶你会接受吗 不会 因为我胆固醇不敌 全套珍奶 而且我年纪也不小 所以对于这种高胆固醇的东西 还有高热量的东西 还有现在有爱妻严格控管 所以我现在是对这个禁忌不明 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爱喝珍奶 所以他是刻意要年轻化 所以说这个话 但是我觉得这种 嬉皮俏脸的讨好的话不好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要成为一个国家领袖的 或是要选总统的 讲话必须要客观 要持平而论 要以礼来服人 他讲到说台湾是给 对日本 对大陆好 所以台湾不求回报 不对 我自己家里做生意的 我父亲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协厂 我很清楚知道 台商的第一次的离家出走 跟美国的301法案是有关系的 那个时候台湾面对这个传统产业 在台湾已经走不下去了 照耀东时代 所以叫做西洋工业 然后美国的301法案 修理台湾 大陆提供便宜的土地 因为刚好大陆在经济改革 四个经济特区 东莞就是一个主要的四点区之一 深圳也是 还有厦门 所以台商绝大部分就往福建 广东 这地方移动 为什么会去移动 因为土地成本低 劳动力成本低 所以事实上是你好我好 是两例 不要以为你是给人家恩惠 不是这样 因为台商根本活不下去 接着几波的离家出走 都是因为在台湾的人事成本升高了 经济成本升高了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贸易限制 所以台商一波一波的离家出走 大陆刚好提供给你最廉价的土地 廉价的劳动力 高素质的劳动力再加上同文同种 同文化 很好管理 比到越南管理好多了 所以不要说不是事实的话 这是对大陆好 对台湾好 良好的事 那良好的事你应该要持平的说 而不要以为自己给人家恩惠 我觉得这是要不得的事 用这个方法来搞民粹主义 现在大陆确实 他从ECFA开始就是给你片面让利 现在他开始要求 我们对等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相互尊重 你同不同意 王美华你要站出来说你同不同意 你今天人家要求对等而已 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说我不可能给你对等 那人家就说 那对不起我也不可能再片面让利了 因为我就是要求对等 就这么简单 好 最后一个我觉得 日本的核污染水 如果按照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 说的那么安全的话 我强烈建议把它装成瓶装水 在美国认为符合科学的标准 在美国的超市卖 在日本的超市卖 在韩国的总统 韩国的政府很像我们满清末年的时候 迂腐的那个梁光总督 好像叶明称还是谁 然后取名阿尔贝斯吗 不是 那个是正量取名 没有 我是说 他真的叫阿尔贝斯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不战 不和 不想 不走 叶明称 不战 不和 不想 不走 重点是不死 那韩国现在就是不反对 不支持 你就放吧 我个人认为 目前中国到了只是第一波 接下来会对于日本的农鱼产品的 制成品 食品会有第二波 这个时候一直到日本停止排放为止 的确不只是台湾的消费者担心 其实全球 到美国加州也是一大挑战 是 接下来有非常大的困境在当中 怎么因应 我们拭目以待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我们刚好看来看 TPBS的最新总统大选民调 在萨喀都的范围之内 这个赖清德现在是37% 柯文哲28% 侯友22% 看起来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距离已经拉开了 赖清德在访问美国之后 他的支持度不断的往上扬 如果我们来看看这里 他从这个TPBS 5月 6月 7月 8月 一系列做下来的民调 赖清德是缓步增加 缓步增加 到现在是37% 而柯文哲跟侯友宜是往下掉的 跟上一个月比起来 侯友宜掉了3% 柯文哲掉了4%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来看看地区 陶竹苗 云嘉南这两个地区 赖清德都多了很多的支持者 这个赖清德在陶竹苗 比起上个月多增加了11%的支持度 在云嘉南更是多增加了16%的支持度 他的支持率已经破一半了 已经达到了52%了 侯友宜是小掉了一些 柯文哲必须讲在这两个地区大跌 所以一来一往距离通通都拉开了 而在性别上面 女性支持赖清德的增加了8% 侯友宜减少了6% 柯文哲减少了7% 女性的选民集中跑向赖清德去了吗 而另外年龄 过去大家认为青年票都是柯文哲的天下 可是很吊诡的是 柯文哲的青年票 现在看起来也在慢慢的流失当中 包括20多岁的年轻人减少了8% 30多岁的中壮世代减少了3% 40到49岁的年龄也减少了7% 等一下都会请嘉宾 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不过来清德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 还是说他没有犯错 包括现在他全力赞美蔡政府施政 他秀出了过去 他跟蔡英文总统到万里老家吃饭的照片 他说肯定蔡总统稳健的外交 两岸跟国防的主轴 两个人关系一向都很好 因为有传言说两个人不好 他说没有我们很和 而且邀他到万里去吃个便饭 大家都其乐融融 并且赖清德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到友台去接受专访 他说 大家叫他台独精孙 赖神赖功德 他都不喜欢 叫我清德就好 因为这三个都不是我 我只是个凡人 可是必须讲民众跟政治人物的距离 其实就是用逆称 用这些绰号来拉近的 过去马总统其实被取了蛮多不好听的绰号 可是看起来他也没说你们不要叫我这样 那网友就说了 那干脆叫你赖倒好了 既专业又亲切 包括过去 赖清德为什么会被称为功德 功德赖 或者是赖清德功德院 那就是因为 他叫大家自己去做功德 去做一些社会的 包括一些工作 他觉得说你就当做做功德 薪水少没有关系 所以网路上有这样的梗图 清德老君梗图 过去在网路上像是赖品渝 林非凡都曾经都按过赞 可见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潜艇少一点没有关系 你就当做做功德就好了 这是赖清德告诉年轻人的话 而另外最近国际间发生大事 我们的邻国日本台核废水入海 昨天开始了 可是周遭国家都有一些反应 我们台湾的反应是什么 非常的平静 而且行政院还跟大家讲说 这对台湾的影响可以忽略 没关系 意思是这样 邻国发生什么事情 抢炎潮 因为这个废水是排入海洋 海洋可能很多的盐巴 都是海洋的水 海水晒干而成的 所以日本核废水 邻国先 排核废水 邻国先抢炎潮 我们的台盐 今天开盘之后 直接涨停 可见大家觉得 这个盐未来可能 这个是需要赶快去囤积起来的吗 看对岸中国大陆 有好多好多这个大妈超市扫货 电商平台被抢购到快缺货 对岸很多人在抢盐 而日本在排废水的前一天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康 还跑去市场吃鮪鱼 大赞美味 日本网友怒劈你在作秀 你根本闹剧一场 而另外南韩的反应也蛮吊诡的 一开始其实民间 其实不开心 有抗议 那日本政府 这个南韩政府一开始 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不同意的 可是后来因为美日韩 同盟的关系吗 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点 勉强接受 或是无奈接受 韩国官员只排放在所 难免首尔只能接受 好无奈啊 好无奈啊 观众朋友我们看看 因为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抗议啊 或者是反制的措施 是最强硬的 目前为止来看 所以日本首相 竟然讲 这个岸田文雄竟然说 要求中方立刻撤禁令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禁止 日本的水产品入境了 那中国大陆驻日本大使就说 此举理所当然 也是完全必要 日本应该反攻自省 两国开始有一些口水战了 中国大陆的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用了非常措辞 强烈的社论 写了这一篇言论 他说从清华历史来看 日本有抹杀 加害行为的基因 里头用字很重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听看 他说日本政府强牌 核污水是对历史 对全球海洋环境 人类健康 和对子孙后代不负责 如果一意孤行 日本恐将永远背负着 蓄意祸害海洋环境的恶民 很重的话 来请教两个 两个你怎么看的 包括TPBS民调 你先帮我们解析一下 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往上走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访美 然后他接受彭博那个访问 我昨天也看到他 接受友台的一个访问 谈未来的产业 就是他越来越有 总统的架势 这个就是事实 这是候选人你要接受专访 然后回答人家的质疑 讲出你对台湾愿景的想象 其实我并不同意 他的讲法部分 可是他就越来越有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台语叫总统版 或者我们叫总统的格局 美国人叫presidential 就是他越来越有presidential的样子 这个我认为侯友宜要加很大的油 因为事实上他到现在 因为他坦白讲他是一个礼拜选两天 所以他没有好好的来安排这样的局 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 今天他就要友台接受第一个 我说侯友宜 那第二个我认为是 因为选举中一定有一些人是 不难不虑的 他是在看一个逐渐确定的方向 这个我们广义叫大西瓜 然后他就 因为他也蛮忙的 这种人也蛮忙的 他就雇他的生活 然后他就到了大概一个点上 他就做了决定 我认为有两三%是这样的人 就他看到那个非绿阵营 怎么会乱成这样 让他头头快晕了 所以他大概心里就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只要做出来 他就不看电视了 那个大白话也不看 他就自己去顾他自己的营生 他就顾他的日子了 这个除非非绿阵营 做了很大的整合动作 然后他拖起来又醒过来 他才会开始重新考虑 不然他就一直黏着赖清德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现象事实上 坦白讲真的是赖清德 目前得到了优势 就是西瓜效应出现 然后他个人的那个中通版 有做出来了 另外的候选人 我认为就要在这些地方 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努力加油 一个就是你不要努力整合 不然你们单独选都不会赢 就是这样 是 那核废水这件事情 亮哥有没有什么看法 核废水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把 反制的手法拉高 他所有的水产品都不能进口 对 我跟你讲光是日本的北海道 出口到中国的扇贝 一年就430亿日元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拉高 就是说我的意见就跟你 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要引起争议 他认为这个不是核废水 他认为是核污水 他认为日本只用川的浓度 然后说什么自己发明了一套系统 叫阿尔卑斯山系统ALPS 可以过滤掉所有辐射物资 这他不相信 所以他就说不然你让我到现场 采样我自己查 虽然韩国也有类似的声音 日本拒绝 所以他就认为说 你不可能完全把辐射因素 全部都delete掉 因为这是福岛核灾的水 这不是正常的排水 所以他的争议就是跟日本在那边说 你这不是核废水 你这是核污水 不然你让我自己去查 你让我韩国团体也进来查 我们台湾事上也有团体想去验 叫现场采样来验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排到大海里面去 一次性也许你穿的浓度很低 可是累积性呢 累积性谁知道会有多深 而且你要排30年 所以就消费者来讲 他就我宁可不吃 就会变成这样 现在也许没影响 可是未来不知道 10年后不知道 20年后不知道 30年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来请教惠文兄 对 前子你看这个联合报导讲说 双标民进党 民进党反核 但是不反核废水 我可不可以写双标国民党 国民党核一核二 核四核能 但是国民党反核废水 所以我对不太懂 这个蓝绿两党的这个 这个差别在哪里 可能待会强哥可以提醒我 这个TTA的民调 做出这样的走向 其实这个官员你可以看到 这个赖清德 增加4% 柯文哲掉4% 后宁掉3% 这是不是我昨天跟各位讲 我昨天是乱讲 我说赖清德会扬长而去 官员你看这个大的图 是不是这样子 7月跟8月它是不是扬长而去 你们两个都往下掉 我往上升 前子这个还没有算 这个机构效应都还没算 所以这个我们从地区来看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跟大家说要换猴 不是我跟侯友宇有什么仇恨 我二十几年就知道 我跟他有什么仇恨 你看这个北北基 这很奇怪 侯友宇是现任的新北市长 柯文哲是刚刚现任的台北市长 可是是赖清德领先 你们两个做市長 你做是做什么 做到一种 我是来都看不过 那这个是国民党传统的票章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韩国瑜在2020的时候 他在本岛赖英文只有赖花莲 台东 新竹县跟苗栗县 所以这是很蓝的 你看有多蓝 侯友宇只有19% 桃株苗 就赖清德还赖 这个是民进党选最差的地方 赖清德竟然赖这样 我们看这个中张头 中张头的执政线市长 都是国民党的 台中彰化南投 你看他拿这样20% 20% 你也好人家说20% 云嘉南 终于到本命区了 大家都加伊朗 终于到本命区来 亮哥都笑了 你看本命区这样 败草的 银克文泽1% 赖神52% 你们不是一直在打什么 什么云豹小公主吗 什么台南的 什么光电绿的 你看52% 对不对 你看这个高屏棚 这个你看 18% 那个王金平不是有帮你吗 对不对 不是说什么南部小孩什么的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更可怕 这个我是要打点朱立伦 因为我强哥不方便讲我来讲 强哥刚刚有贿赂我 你看 民进党挺赖的是84% 这是交叉分析 你看民众党挺科是89% 你看国民党挺猴是67% 67% 朱立伦之前讲什么 朱立伦之前不是跟我们讲说 团结越来越强 有没有 然后友谊见的剩下一层多一点 友谊见剩下一层多一点 其实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不投猴有益的 挺猴的时候67% 所以前迟这个交叉分析的结果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认为是这个时间是不多了 应该是要到了一个决断的时候 而且在强哥这样长之前 我要先把强哥的嘴堵起来 观众朋友 你千万不能说 把侯友宜跟柯文哲的民调加起来说 两个加起来就赢赖金德了 千万不要 民调不是这样子的 你两个都加起来说 民进党的支持者的危机意识 也会跑出来 那个不能用加减识的 不能用这样数据加的 强哥快点 来 不行 我要先把丑话拿到前面 让为难强哥来 来 晓哥 我想 慧文哥 你以为你堵得住我的嘴巴吗 在一场加起来是50% 我直接讲出来了 你怎么办 乐观是我的义务 乐观也是我们剩下的唯一的 我们讲能够的士气 那我先讲 就是说 第一个我还是要从乐观讲 什么样的乐观讲 因为大家都拿过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民调一 二 三 那还有四个半月 我觉得可以忧心 但也不要自乱政奖 当然其实我也必须讲说 罗志强的话不要听 没关系 但是亮哥跟慧文哥的话 多听一点 不敢 也确实刚慧文哥是有讲到一些重点 那我先讲 我就比喻 就上铺跟下铺 赖兴德民调当然会高 但是一人独占上铺 下铺就三 本来是两个人就很挤 现在又第三个抢进来 三个在抢下铺 就挤成一团 你知道当挤成一团 就会出现什么状况 如果有一些好的东西 三个就要抢 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三个就互相挡 就有摩擦 因为挤 那上面那个上铺 他就躺在那边 他坦白讲 赖兴德真的也不用做什么事情 他就躺在那边就好了 反正下面下铺三个人 在那边挤来挤去 我躺在上面就OK了 但是他就影响的状况 我觉得民调 我觉得民调是反映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算是在大安区 我就是很努力走 你不是大安区 你能不能弄错 不要讲这件事 你在这个区里你什么大安区 你改名了 你改名了 金老师教我的 我很勤劳 金老师那边有赖过来 我真的很勤劳 你在这一区 这一区什么不认识 好啦 我们帮强哥加油 也帮国民党加点油 来 进一下广告 不好意思